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第几次采访总统 没采访的总统都数不清了 很多小国家的总统还蛮多的 还是他采访完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总统 被你采访完都下台 确实他这个采访引起的后续的动静是非常大的 你比如说采访完几天之后 巴黎就发生了恐怖袭击 然后播出几天之后 土耳其就把俄罗斯飞机打了下来 我这样说的话 跟这个采访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采访的确实就是 他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这是真的 因为呢 其实我也很吃惊 就是在采访里面 阿萨特他对很多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他真的就是直言不讳 他就告诉你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料到的 很多问题其实我准备了 因为我觉得不问是不可以的 我一定要问他 但是我真的没有预期 他会给我这么坦率的一些回答 虽然说我也没有办法去判断 他的回答一定是真实的 还是有什么错误的信息 这个是我不能做的 但是他能够这样子跟我说 然后甚至对国家名字 组织名字 领导人名字 他都这样点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种态度 而且我看他写了那个采访 手机啊 我觉得这个叙利亚这方面挺好的 以后要是我们节目组碰见他们挺好 他都包了你的剪辑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说你采访我们可以 但是我们这个有要求 就是我们来剪 但是剪我们保证呢 不剪掉画 我们就说他们给你剪 是吧 对 就是所以你们省事了 直接播 对 因为像拍的话 他当时是三个机位嘛 然后所以说呢 你剪辑要做的最基本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要把那些镜头都选出来 然后放在一轨上面 最后你把它生成成一个文档 然后就可以播出了 其实他就是做这个事情 然后真的是对那个画呀什么的 没有任何的剪辑 唯一有做的一个小动作 我也写了 他就是他那个后脑勺 后边好像头发 就是不太好看的地方 他会注意把它修饰 有 我觉得他脑袋那形状 后边是个平的 反正他们就是不会把那个给显示出来 会把那个画面就拉大呀 或者怎么样子 就唯一会做这个美化修饰 而且是画面上的美化修饰 因为到这个那么重要权利的人 他选择说某个机会 很坦白去表白一些 觉得其实很关键的information的资讯 一定有通常有他的动机 比方说我们接受谁访问 然后想趁这么重要的平台 对吧 凤凰 然后把这讯息放出去 他当时你觉得你也吓了一跳了吗 他那么坦白 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吗 我觉得对 分析很对 就是他肯定会有自己的动机 而且他这个动机的选择和时机 也是很重要的 他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来发布这些信息 那我有看 其实他把这个 很多话说出来以后 对我来说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就是 他在里面多次点土耳其的名 这是我自己觉得 作为中国的媒体人 我感到非常感兴趣的事情 但是呢我有看到之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些西方媒体啊 来转载我们的新闻 但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开头的地方 我就问他 我一开始就问他 我说你告诉我 现在你们国家到底怎么样了 形势如何 他说你看 有了俄罗斯的帮助 我们现在各个方面都有取得进展 他们关注的都是这一点 对我来讲 我不是说不关注这一点 但是呢 你要比起来的话 因为我会预期 他肯定会说这样的话嘛 他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 他首先就不会接受我的采访 就是因为他们有取得这种战场上的进展 所以说呢 他可以做这种宣传 口径上的一些推广也好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形象的提升也好等等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听起来 因为打下那个飞机真的跟你有关 又点名土耳其 又俄罗斯都挑拨嘛 你也挑拨 没有没有 八十二完了之后 没跟你加个微信 他们里边不用微信 是吧 那咱们看一下他们俩约会的场景 这个你瞧 小田 你还别说这个人长的是文质彬彬 真的很像医生 对 你看我说他没后脑勺嘛 他属于那个睡平了的头 你看下边 你瞧瞧 小田简直不像记者呀 你这个像是那个什么 驻外大使 陶哥我这样我可以说几个啊 第一呢就是他有让我注意到就是每一次入场啊就是要进什么门 他一定会让女士先进去不管是我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他可能就是习惯成自然 这一点我必须要这样说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好像也有人会问我说 哎为什么你们的这个所有的照片都这么和颜悦色的呀 不像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 哎我会觉得什么呢 第一呢就是首先 巴什尔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就不像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说我在跟他我跟他见了两次面之后呢 我有问他总统办公室的人 我说您的总统啊 是不是对现在叙利亚正在发生的所有的情况 他都了解 是不是所有的决定都会通过他 他们听了我的这个回答以后 他们的感觉我感觉是很defensive 他们马上就说 你要之所以问我这样的问题 你就是受了个别西方媒体的误导 哎我当时很吃惊 因为我当时问这个问题完全不是因为我受了什么 媒体的影响 而是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一个在这样状况下的一个领导人 待了五年了 但是他春风满面的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然后看到你真的就是每天都是笑嘻嘻的 然后握手都是很轻快的动作 哎心情心情 喝茶还是喝咖啡 就是这种 主要是因为碰见你了吧 不是不是 他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 他的生命的工作人员也说 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最后我就说 我说我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我觉得他太平静了 太轻松了 太乐观了 那是为什么呢 他们就说 他给我的回答是 他说 不知道他的这方面的基因是不是来自他的父亲 但是他就是这么的平静和勇敢 哎呦 但是要照我看他们那个照片啊 何止是和颜月色呀 简直是寒情默默呀 你可以看看 你看看下边 你看下边 看看 我还要 我还要再接着说 为什么会有 这是 什么情况 我们应该在 什么眼神啊 应该在照片两个眼睛中间 用笔 扎个垫 我还要再补充一句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好像这些照片出来都是这样的一些效果 其实还有一个 我后来在想还有一个原因 第一就是采访中间其实是没有拍照的 都是在之前和之后 那么既然主人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状况 那我也没有必要太凝重啊 你太凝重 你有点作秀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所有的照片也都是他们拍的 当时照相机就没有停 但是最后给我的就这么自无照 明白 你们是清白的 清白的 但是咱们还是去看点正经事吧 这个 我还是想探究他们 你觉得还是不太清白 没有 因为我经常对新闻工作的背景很感兴趣 当然 因为除了他本身很亲和没有价值以外 一定是你的本领 因为有些有些我们也经常接受采访 有些人就是这样 能够把你那个英文 其实翻译为中文有点难听的 叫罐头刀 会可以把你开出来 中文的罐头刀不太好听 那那个他会把你让对方把心里话都这样讲出来 那你觉得只有应该你被你访问过的各国的领袖都有这种能够被你引出话来吗 因为我以前跟你做节目也看过你访问其他领袖的照片 也都是好像眼睛通电的样子 现在人家小条 这是他才真的是本来能靠脸 偏偏要靠才华 本来能靠才华 偏偏要靠叙利亚 天哪 你这是为了什么 你今天这节目做的 不是我说你这做的很 你比我强多了 我会说我这辈子采访过的最 最高的就是一个省部级的领导 而且你知道我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您觉得我还可以问您点什么 你这是最招人喜欢的记者 我不知道什么感觉 但是涛哥你知道我可以分享点别的经历吗 我最近出差比较多 我就在去叙利亚 之前一个星期我去的英国 当时是一个集合 因为也是我们有这个领导人的国事访问 提前两天就跟我说 小天你赶紧去英国去做纪录片 我们要做那个黄牌大放送 然后呢就要去约那边的采访 同时我还要做风云对话 我只有两天时间 我约了好多的那些还挺好的 就是级别还比较高的一些这种嘉宾 然后呢还约了很多的场所 都要去到现场 那么去做这些采访 包括比如说啊 就是白金汉宫前面的那个Mall 那个Mall那条大道 白金汉宫大道 然后呢当时有很多华人在那里等 那个英国的皇家马车这样路过 对不对 再欢迎习大大 然后还有一个场所呢 就是我约到的是帝国理工大学 上午呢就是习大大 他们去了这个一个某两个实验室 去接见那里的一些 在那里研究的中国的学者 然后呢我们下午就去了 就说哎你们当时演示了什么 在放给我们看什么的对吧 在英国五天时间里面啊 你知道吗 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听到最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枪枪枪枪枪 小甜小甜 这玩意儿就完全是涛哥的那个理标 快说话 快说话 真的 怪不得阿萨德都喜欢你 真是这样玩意儿 这样玩意儿 唯一呀到最后 我跟那个布朗做了采访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说布朗会不会也说 枪枪枪枪枪 你瞧瞧你 瞧这小甜 我跟你说啊 将来这个发达了啊 不要忘了你是从枪枪三人行李走出来的 不是 涛哥你是已经发达了 不是 他说你 你才是发达 真的 前程演大了 很快了 你看这个 有些主持人就是通过这个上位的啊 这个跟国际上 通过这个采访 我觉得这上位 不是一个好词 正要人物啊 然后呢 慢慢的他搭建起来 他的朋友圈 动不动就是说 克林顿昨天跟我打电话 当然有时候这个主持人 有时候最后结果也是进去了 他们这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般咱们第一part是表扬与自我表扬 第二part进入正题 第二part是批判与自我批判 不是批判也是批判别人 第三part就是灵魂的救赎 不是 就说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这是一个多么传奇的一个名字 结果小田去那儿进行了采访 对吧 我觉得 首先我想 你刚才讲这个巴萨尔啊 我觉得当然人也不可能 人不可貌相 但是 你觉得这像个屠夫吗 谁 巴萨尔萨德 因为关于他西方的那个 说的就是 就比如说 这个游行的时候 杀平民呢 甚至是使用化学武器啊 但是你看看这个人表面上就文质彬彬 可是你不要忘了 他是个英国的眼科医生 对 他很 这种都受很高的教育啊 他们算是 你说他算民主吗 可他也是世袭啊 是他老爹 把位子传给了老二 他还是老二传给了他 而且他太太 我还打听了 他太太呢 虽然是叙利亚人 但是是从小在英国出生 长大的 他太太在JP Morgan工作过 就他们俩本来一个医生 一个是金融人士 两个专业人士 最后到了这样的位置 对啊 所以你 你觉得他这个人 怎么说呢 像是一个 特别狠的 像普京那样的人吗 不像 看不出来 是吧 他在气场啊 还有他的这个 说话方式啊 什么的 这方面完全不像 其实我觉得 我采访到的 就是有接触的领导人的话 大致分啊 其实是 真的就是两类 一类呢 我会说 找一个代表 就是布朗那种 哎呀 一说话 你声音好听的不得了 然后呢 你问他问题 完全你不用担心 节目效果 你问他任何一个 多么平常 或者是多烂的问题 没关系 他的那种演说 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那完全是舌菜莲花呀 就是那种 感觉英国政坛 也出影帝 对对对 没错 就是那种感觉 要么呢 就是一些好像 就比较小的国家 然后呢 就是西方眼中的 一些独裁国家 但是呢 那些出来 全是铁腕人物 哎 但他们说话的话 真的就有那种气势 power 对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不努自威 就是那种感觉 哪怕看着 你的眼睛像鱼一样 这巴夏尔是不是 像个眼科医 像个牙科医生 还是眼科 还是眼科 他就是两种都不是 他真的就是很像一个 就是学者 说声气的那种感觉 是文的 可是我看过 他的电视新闻里面 有些演讲片段 也蛮硬朗的 当然跟我们刚看到的照片 跟你的韩情默默 完全不太一样 所以他能够说是两面吗 因为他坦白讲 他不那么硬朗 还有可能不做 那么残酷的事情 他没办法坐在那个位置 他早就 我是通过这个采访 我是就是看出来 就说这个 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好复杂 这种没说不清楚的 你比如说 你知道他最近还接受了 一个俄罗斯的电视台的采访 我发现这中俄 都是一个路子 都叫知性美女 是吧 那也是个31岁的一个 就问他 就说你跟反政府武装 或者是什么 你是有没有杀平民 你看他说 当年这个反政府的这个游行 有恐怖分子在人群里 就跟当年说泰国一样 既冲着军队开枪 也冲着平民开枪 就说这事你怎么说的清楚 我该镇压谁呢 包括就说 现在他是完全压根不承认 自己有使用滑雪武器的 他说那滑雪武器是反对派用的呀 现在这个事情就 而且呢国际组织是没有定论 这问题 而且我注意的 最大的一个争议 而且我注意的 你有一个问题 就他这个回答挺有意思 他好像啊 他特别刻意的要区分 就是说 我不是说叙利亚没有反对派 但是呢 拿着枪的反对派 和没拿枪的反对派 你应该分开是两个概念 所以我就说啊 这个反对派在叙利亚也很有意思 在美国人的眼中就是极端反对派 和温和反对派 温和反对派呢 也就是美国现在 他们支持的反对派 也就是之前俄罗斯就是 顺机啊 顺带着 在炸IS的时候 会炸的那些反对派 当然也有说 这个土耳其过后 那么就成了主要的目标了 这些所谓的温和反对派 被美国支持的温和反对派 但是呢 在叙利亚政府的眼中 反对派是分两种 非法反对派 和合法反对派 他们还有合法反对派 就是被政府登记在册的 还可以投票的这些反对派 反对派 他们时不时的会站出来 批评政府 但是呢 在关键时刻 他们也不是那种闹事的人 就是从中国的概念 就是 我说以前啊 明初的概念 这是忠诚的反对党 以前台湾一开始就说 我希望你当反对党 可以 你当忠诚的反对党 你刚说那种反对派 温和的反对派 就是美国支持的 温和的反对派 可能是倒过来 你支持美国 他就承认你是温和的反对派 然后他才支持你 这事 咱毛主席早就说清楚了 对吧 敌我矛盾 和人民内部矛盾 统一战线 我觉得就是我在回来以后 我认为有这个必要 就是采访了巴萨阿萨德以后 马上要去 真的去采访 就是不同意他的那些人 我要听另外一方的声音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这种分析 判断的空间就留给观众 真的 但是我会尽量的去搜集更多的声音 所以说我从叙利亚回来以后 第一时间我就采访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 现在是学者 但是是前政要 他前政要的身份 是美国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就是美国国安会的主任 然后我就问他一个什么问题 我就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就是说美国和现在中东那一片地区的 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 他们的这个历史关系到底是什么 因为呢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不管是基地组织 还是现在的IS什么的 他们的起源是什么呢 就是阿富汗战争的时候 美国对当时的这些圣战者 Muhadjidin他们叫的 然后对他们的支持 是不是由他们 当时的这种残渣余孽也好 什么呀 你怎么样去叫他们的名字 慢慢发展起来的 我说这个美国是承认的吗 那么作为这个国安的前主任 他说是有这回事 而且当时确实给了他们很多的武器 但是当时给武器的目的 是为了反抗苏联 而且呢在之后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希望把武器收回来 但是他们不给我们了 然后所有的这些人 也是经过美国的专业训练的这些人 四处流散 在中东那一块地方 后来就转战到了 转战到了这个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是十年内战 也是有好多这些恐怖分子 圣战者他们就叫 所以说呢 他这一点是承认 那么第二个我又问他 我说那伊拉克战争 因为要说现在的这个IS 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成员 现在就说 IS尤其是在伊拉克部分的 其实就是当时萨达姆 他这个政府里面的很多的人 萨达姆倒台了以后 这些人 他们就被后来的这个 被美国扶植起来的政府 完全排斥 那他们去哪里呢 那就另一门户啊 就成了在伊拉克的叫ISIL 一开始的 就在伊拉克的IS就有了 然后在叙利亚一乱 那我打断你一下啊 这个IS和这个叙利亚的反对 巴塞尔的这个反政府武装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也是打 他们也打 哦 那他们想 目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啊 是因为有IS存在 巴塞尔才可以延续到现在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反对派 在美国的支持下 在北约的支持下 跟他作战 那巴塞尔他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这个抵抗力的 但是呢 在他们打赢了之后 把这些土地拿来了之后 在后面全给那些IS给收过去了 就成了IS的领地了 IS也是反对这些反对派的 所谓的温和反对派的 所以他们又继续打 也就是说那些反对派 他们就白忙活一通嘛 所以又是敌人的敌人嘛 就是朋友 这样打成一团 对啊 你刚说的就是历史上一再证明嘛 美国支持谁 基本上谁就垮了嘛 然后后来还是美国 就算不垮的话 就美国总是制造自己 对付不了的敌人 英国那个前首相 前一阵子就 那个 懺悔了嘛 就说对吧 就说对啊 当时是因为对付了 那个侯山英 然后就弄出了那个ISIS 对其实所以有人说报应 对 所以对伊拉克这个事情 美国现在他们也是承认 说伊拉克这个战争 很多主流的声音 基本上都承认 是一个错误 然后我又问他第三个问题 我就说美国 那个时候的撤军 当时要什么重返亚太啊 战略重心要转移啊 什么的 那个时候的撤军 是不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所以给那些恐怖分子 就制造了这样的空间嘛 让他们可以去生长啊 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广告之后 再跟我们说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然后呢 他就讲就是第三个问题啊 对那个问题 他就很明确的就告诉我说 不 跟美国的撤军没有关系 他说你要知道那一块 那一块地方啊 是打了上千年的仗的 真是得到的情报很宝贵 但是我还是感兴趣 你在那儿得到的观感 小条给我们拍回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哪儿啊 这是在维玛亚清真寺 就维玛亚清真寺 就是他2000多年历史 涛哥肯定知道的 都不用讲 小条摄影还是有设计的 是吧 手机拍的 太阳放在哪儿 对吧 很有讲究 你瞧瞧真是 再看下一张 这就是在维玛 清真寺的里面 但是你看那个 就是里边 透着绿光的那样一个建筑 你知道那里边是什么吗 那你女的进去 要戴什么头巾 就穿黑色的那种袍子 要遮住脸吗 不用 不用 你知道那个 就里边透着绿光的 那个小建筑里边是什么吗 什么 是施洗者圣约翰的墓 基督教里边的施洗者 圣约翰呢 他为耶稣施洗的 他的墓在一个清真寺里面 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体现的 其实就是一种包容啊 一种文明的一种延续 和一种宗教之间的包容 是很宝贵的 两种情况都有 也有给我就是烧杀强烈了 当然当然 但是也有一些 他就是留着 对 你看到那个 反正当时给我的感触 就是这种 我很吃惊 对 是个发现 你看 这是什么 这就是他那个清真寺里面了 再看下边 这是在外面那个围起来 你看你顺带还促进一下 叙利亚旅游 你看看看下边 这就是在大街上 这就是阿萨德 巴适阿萨德 给咱们小田的待遇 对吧 对 他有车 然后在街上拍 你看 这个警卫 保镖 远处的警察 对吧 也不知道是为了保护你们 还是为了看着你们 对 我也不知道 没问 这是在酒店房间拍的 当时你手里拿着杯酒吧 没有没有 大早上拍的 大早上拍的 这一趟你到了这么一个城市 你的一个感触是什么 哎呀 头头你知道吗 我觉得在我的心中啊 这一次我的大马士革之行啊 这个城市 文明 它的这种 宗教文化 抢了巴萨尔的头条 我在那儿 我每一分钟都是激动的 但是真的不是为了采访 是个古迹的感觉 对 真的 哎呦 就是那种震撼的 你知道这个大马士革 我不是为了促进他的旅游啊 他们旅游局没有给我任何好处 但是大马士革是现金的 现存的全世界连续的有人类居住的最大的最久远的首都城市 排名可能也就第二吧 第一是什么 阿拉伯也在叙利亚 但是阿拉伯现在已经被炸的不成样子了 连续6000多年 感觉的气氛怎么样 我以前好久以前啊 你去过 我当记者嘛 去过 当时还没开放的缅甸什么 好久以前呢 你去那些地方 你就完全感觉用文学来形容啊 什么连空气都很重的 每个人脸的表情 你刚崩停起来 因为他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嘛 阿我在想中东那一块 现在是不是也是这种这种气氛 哦 但你说连空气都很重 至少在那里 我如果说要感觉到空气中 不是因为那种气氛 更多的是因为那种历史沉重感啊 就像我早上去拍那个照 我看到那个城市 我就知道这样的城市 它的积淀一定是不止几百年的 但是你没感觉到一种这个战火呀 这种不安全啊 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在路上 在进城的路上 一路上很可怕 因为一盏灯都没有 然后呢 后来我在离开的时候 我才发现旁边所有的楼都是空的 而且那个楼是被炸过的呢 还是没建好的呢 这不知道 然后呢 所有的那些广告牌 都像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 但是一旦你进去了以后 就感觉是 完全是太平盛世人一样的 虽然说不繁荣 不繁华 但是完全是很正常的 你跟阿萨德说着 招待咱们俩玩一趟 我走当天 那我的酒店 不然又被炸了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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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